現在進行廣泛討論 請各黨團推敗之代表發言 請邱委員選擇 請邱委員選擇發言 時間三分鐘 院長 各位同仁 昨天經過直到深夜的黨團協商 實在力量大方向肯定院版的紓困條例 但是我們要進一步說明的是 不只是保護企業 不只是對企業紓困 也應該要保護勞工 所以針對這個院版的第三條 跟四之一條 我們自己有一個四之一條 還有第九條跟十六之一 我們有修正動議 那第三條的部分主要是針對防疫照顧價 因為今天也是這個開學日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 這些因為中央的這個 疫情中心的應變措施 而導致譬如說 像小朋友因此延後開學 那家長要去照顧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希望能夠以基本工資 就是說以基本工資來進行補貼 那理由就是在於說 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不可規則於勞固雙方的室友 不應該由勞工來負擔 而是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能夠以基本工資做一個基本的照顧 那這樣的好處在於說 如果是一個這個比較薪水比較低的勞工的話 那他可能他的補貼可能到了八九成 那如果是一個比較高薪的勞工 他也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 那行政院的做法是認為說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應該是以奬勵企業這個減稅的方式 以這樣的優惠來誘使這個企業 能夠進行這樣的薪資的補貼 那我們要問的是說 如果以行政院這樣的第四條這樣的版本的話 事實上台灣有多少企業 會因為這個企業的這個稅率的這個減稅 而能夠進行這樣的補貼 所以這是非常困難的 那再來就是第四支一條的這個退避權 因為在台灣我們的工股銀行 或者是其他很多的企業 在中國也許有分行或是子公司 那要求這個我們台灣的勞工 到這個中國疫情這麼嚴重的地區去上班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讓勞工有一個拒絕的權利 來保障他的生命跟他的健康的權利 那第九條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企業如果拿到了這個政府的補貼之後呢 如果他在兩年內有違反這個勞動法令 重大事有的時候 賦予主管機關 有一個撤銷他的補貼的權利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在於說 讓合法的企業可以這個完整的 受到這個企業的紓困的保障 但是違法的 違反這個勞動法令的企業 他也應該要能夠得到追殘 因為這每一分錢都是人民的血汗錢 我們不希望 這 好 謝謝 接下來請高鴻安委員發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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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